今年可能是96B主战坦克最后一次参加坦克两项 未来我军会使用哪款坦克参赛呢? 96B主战坦克又能不能在我军正式服役呢? 各位老铁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迷彩虎 我是虎哥 今年的坦克两项比赛已经告一段落 我军96B主战坦克的表现 不出意外的再一次惊艳到众人 当然了 获得的第二名的名次也是不出所料 而如今有消息说 这应该就是96B最后一次参加坦克两项了 具体原因究竟是我军主动要换 还是被主办方禁用 目前尚不知晓 那么在未来 我军会用什么坦克去参加这一场比赛呢? 这一点其实可以分为国内和国外两种 国外就不用说了 在坦克两项比赛之中 各国所使用的坦克基本上都是由俄罗斯提供的 860马力版的T-72B-3主战坦克 我国能选的也就这一种 而国内的主战坦克那可就多了 考虑到T-72B-3主战坦克的性能 我国的那一大票老五九及其魔改是不用想了 剩下的主要有四种 一种是我军最先进的99A坦克 第二种是99 第三种就是96A 第四种就是最新的15式坦克 首先99A和99就不用想了 这款主战坦克和T-72B-3主战坦克 完全就不是一个重量级 那么老99呢 老款的99主战坦克采用的是1200马力柴油机 和俄罗斯自用版的参赛车T-72B-3M主战坦克差不多 后者的发动机马力1130匹 不过99主战坦克的重量可就要比T-72B-3M大不少了 在50吨左右 同时由于定型比较早 变速和操纵机构的技术水平却比较低 真要比跑圈还不是后者的对手 但是在火炮射击的环节 99性能可就要好得多了 毕竟这可是我军的高高端坦克 标配车长周世静比96B配置还高 搜索目标的速度快得多 更别说胜过T-72B-3M了 当年96A因为火炮打得准 主办方甚至针对性地将穿甲弹换成了低速破甲弹 要是换成99式坦克 在参赛车中拥有独一份的车长周世静 俄罗斯也很难同意 至于15式坦克就更不用说了 这款轻量化主战坦克自重35吨 发动机功率却达到了1000马力 已经接近俄罗斯自用的参赛车发动机功率 重量却轻了将近10吨 这公众比可以说全球独一份 跑几圈来更是无人能比 而且15式还拥有当前我国 也是世界上最顶尖的综合车长周世静 也就是说从机动性到火力准确程度 都要超出T-72B-3M主战坦克 俄罗斯是说什么也不会同意 150坦克参加比赛的 这样算下来 其实我国就只剩下两种坦克可以选 一种就是使用俄罗斯提供的 860马力版的T-72B-3主战坦克 另一种就是仍然使用 我军的96A型主战坦克 其实在虎哥看来 我军更大的可能 还是使用俄罗斯T-72B-3主战坦克 可能有不少人会很惊讶 明明有更好的96A为何不用呢 其实原因也很简单 我军去俄罗斯参加坦克两项比赛 可从来都不是为了这个名次 俄罗斯举办坦克两项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目的 就是推销坦克 不论是提供给各国的T-72B-3 还是俄罗斯自用的T-72B-3M主战坦克 还是去年登场过的T-80U-E-E 都是在老旧型号基础上的升级版本 而这些坦克对于一些 目前还大量装备苏式坦克的国家 比如说参加坦克两项的诸多国家来说 都是潜在的买家 而我国参加坦克两项的一个重要原因 也是为了检测我军自己的主战坦克 以及士兵的战斗力 尽管我国在主办方裁判的不公平判罚下 只能取得第二名的名次 但是我军自己内部其实问题也不少 比如说比赛中突发故障的处置 以及高机并机射击成绩偏差 还有主战坦克跑车比较保守等 都说明我军对于主战坦克性能的了解 和挖掘程度和俄罗斯相比 还是有所不如的 坦克方面 我军的96B型主战坦克 如今也改进的差不多了 相比于前代96A 96B 采用新型业力机械综合自动传动系统 实现了坦克动力舱整体调装 自动换挡和无级转向 动力方面 96B坦克 采用了150HB型八缸柴油发动机 取代了在最初型号的96式坦克上 安装的12-150ZL型柴油发动机 发动机功率提升至1000马力以上 经过这么多年坦克两项比赛的考验 其可靠性水平也已经大幅度提高 在未来也很有可能成为我军的正式主战装备 尽管我国主战坦克有99A 高原山地也有150坦克 但是我国同时还有大量的中间地带 例如南方丘陵间的平原稻田水网 这些地方99A不好走 150坦克防护太差 还是40多吨的96B型主战坦克 更加适合 至于坦克两项的意义 对于我军来说就只剩下友谊第一了 因此用什么坦克都一样